那邊比較危險 謝謝 對 趕快拍完進來了 民眾在懸崖邊開心畢業 仔細看再往後不到一公尺 可能就會摔下懸崖 讓人看了膽戰心驚 另外一名遊客站在圍牆上 強烈海風把附近樹木 吹得搖搖晃晃 女子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被這陣陣強風 吹落懸崖 遠景健壯趕緊上前 女子才不願意的跳下圍牆 民眾不理解 為什麼風景區有一堆警察 連一起拍團體照 也要跟在一旁隨時關心 就是怕民眾不小心摔落懸崖 要跟老實在2號 不要給他睡 在2013年9月17號 有遊客爬到斷崖的 大石頭上面拍照 想不到石竹墜落 索性卡在一旁樹叢上 沒有掉落海中 女子只收到些許皮肉傷 會像他這樣子站上去拍嗎 很危險 這個太不好 有民眾不同意這樣的危險行為 但還是有許多人跨越 或是坐在圍牆上 但以石牆與柵欄為界 一旁是危險區域容易衰落 另外一旁則是政府規劃的安全區域 現場也有許多警示牌 要求民眾不要翻閱 會安全 因為是瘋狂 那個很容易會發生事故 爬上去的話 我們會一一給他做一個 勸勸你的動作 清水斷崖 山海一線的美景 讓許多民眾不顧自身安全 搶拍留念 不把警語放在心上 一晃神 可能就會摔落懸崖 記者 五彩薰 周慈平 花蓮報導 是最高的 社會的 換人